半年甩37公斤。小珍运动后必喝这杯,营养师,成功关键是。 营养小珍去年底开始减肥,半年内已甩肉37公斤,体质也从41%,瘦到现在的21%。 不仅瘦回瓜子脸,身形明显消风一大圈,体态越来越苗条。透过饮食控制及运动成功瘦身的小珍,近日再度受访分享她的独门撇步。 综合媒体报道,小珍受访时聊到运动瘦身,她表示,一定要有氧与无氧并行,加上身体狠机车,一旦习惯某种训练方式,就会进入停滞期,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变换运动项目及调整时间。 运动后必合含糖油烙乳。 小珍也强调,运动后会补充大量水分,但不喝含糖或运动饮料,运动完半小时内必合含糖油烙乳。 她笑称这是她的独门撇步。 而若是当天运动强度太高感到痛苦,也会喝椰子水,不仅热量低也能帮助缓解肌肉紧绷。 对于运动后补充含糖油烙乳。 营养师范盈余指出,因为高强度训练后身体的糖油烙会燃烧殆尽,肝糖100克,血糖5克,鸡糖油烙400克。 运动后饮用含糖的蛋白质食物,确实能帮助身体合成修复糖油烙。 另外,含糖的蛋白质食物可让身体从疲劳状态恢复,若运动有达到肌肉纤维微创伤,亦能帮助部分蛋白质合成。 小珍先前也曾表示,瘦身过程中唯一忌口的就是酒类,其他依然什么都吃,只是分量通通减半,维持少量多餐。 避免口腹之欲压抑太久,反而容易坏了心情,也可能造成营养不均或腹胖,直说身体的反扑很可怕。 但他强调,唯一要注意的是低纳,纳含量高的食物不碰,尤其是面线。 他也分享自己的进食顺序,用餐时会先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,例如肉类,之后再吃菜,淀粉则只在中午食用,不碰加工食品,并尽量在五点就吃晚餐。 他提及,吃饭时细嚼慢烟,就可以减掉三分之二的食量。 一人小珍去年底开始减肥,半年内已甩肉37公斤,体质也从41%,瘦到现在的21%。 不仅受回瓜子脸,身形明显消风一大圈,体态越来越苗条。 透过饮食控制及运动成功瘦身的小珍,近日再度受访分享她的独门撇步。 综合媒体报道,小珍受访时聊到运动瘦身,她表示,一定要有氧与无氧并行,加上身体很激车,一旦习惯某种训练方式,就会进入停滞期,所以隔一段时间就要变换运动项目及调整时间。 运动后必合含糖油烙乳。 运动后必合含糖油烙乳。 运动后必合含糖油烙乳,她笑称这是她的独门小撇步。 而若是当天运动强度太高感到痛苦,也会喝椰子水,不仅热量低也能帮助缓解肌肉紧绷。 对于运动后补充含糖油烙乳。 营养师范盈余指出,因为高强度训练后身体的糖油烙会燃烧殆尽,肝糖100克,血糖5克,鸡糖油烙400克。 运动后饮用含糖的蛋白质食物,确实能帮助身体合成修复糖油烙。 另外,含糖的蛋白质食物可让身体从疲劳状态恢复,若运动有达到肌肉纤维微创伤,亦能帮助部分蛋白质合成。 小珍先前也曾表示,瘦身过程中唯一忌口的就是酒类,其他依然什么都吃,只是分量通通减半,维持少量多餐。 。 避免口腹之欲压抑太久,反而容易坏了心情,也可能造成营养不均或腹胖,直说身体的反扑很可怕。 。 但他强调,唯一要注意的是低纳,纳含量高的食物不碰,尤其是面线。 。 他也分享自己的进食顺序,用餐时会先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,例如肉类,之后再吃菜,淀粉则只在中午食用,不碰加工食品,并尽量在五点就吃晚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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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提及,吃饭时细嚼慢烟,就可以减掉三分之二的食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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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